在最近的一段节目中,今下转头黄蜂的托尼托克谈到了自己家忙的理由,同时也澄清了马次给自己开底心的传言。 帕克表示,自己接到黄蜂的合同是两年一千万美元,但马次也给了同样的报价,不过根据之前邓肯和吉诺比利退役的赛季,这笔钱会给的,但邓肯和吉诺比利都在还有一年合同的情况下选择了退役,也就是说,马次留给帕克的时间,可能也只有一年。 同时,黄蜂是率先给帕克开合同的球队,而马次的跟进,很可能只提供了一个承诺,我们也愿意给同样的价钱,那么从态度的角度讲,这种被迫的跟进可能,就没有黄蜂那么有诚意了。 反过来说,马次明确给出的球队地位,帕克最多只能担任第三空位,手把已经交给了的张泰莫里,体不肯定还是米尔斯,而帕克打了一辈子的一号位,完全不能和其他一号位共存。 所以现实情况就是,帕克如果想留在马次,就只能接受第三后位的身份,至于这比五百万还是底薪,马次给的动力都不算大,对马次17年的忠诚。 那帕克做出了给马次管理层解释,也获喜地的说辞,然而出走一人是既定事实,GDP三人组彻底离开,但许有帕克没能从事而终,有一看,但不后悔,倔强的帕克显然有很多想说的话,马次当时给我开出的合同和黄蜂是一样的,但我觉得在场上扮演的角色更加重要,先不是问题,我想让人们知道, 骂次不是没有给我钱,但我不想以助教身份结束生涯,他们想让我做那个角色,可是我还想打球,于是,在帕克一声偶像乔丹的电话打来的时候,他就明白了该做什么决定了,当时,我等偶像迈克尔乔丹给我打了电话,我想就这样好了,我觉得能在他的手下打完生涯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。 帕克说,他还解释了另一件事情,但或许马次球迷会因此感伤,我的球迷一定会在圣安东尼奥退役,但我在中国的时候出了点误会,人们以为我会回到马次退役,并不是的,我作为马次球员的时光已经彻底结束了,所以听得出来,帕克还是有自己坚持的地方,或许马次真的伤了他的心了。